在一片漆黑之中 只有手电筒的光亮在不停的摆动 我们走进其中 虽然光线不好 但是通过耳边充斥着的嘈杂声 也可以分辨出来 这个地方非常的热闹 这里呢被称为鬼市 卖的东西价格不菲 也有人戏称 这就是全国最贵的地摊货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是在云南瑞丽 来到瑞丽 怎么能不到浴室市场去看一看呢 瑞丽的浴室市场 跟我们平时想象 见到的那种商场是不一样的 它是这种大的市场 有早市午市还有夜市 现在呢是晚上的9点半左右 我现在就已经是在夜市的门口了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进去逛一逛 在这市场门口啊 停着一长六的出租车 都是在这等着拉客人走的 在马路对面呢 也是灯火通明的 全部都是饭店 这个地方啊 晚上要比白天还要热闹 我们刚刚一走进市场 看到前面这个厅呢 是灯火通明的 里面呢卖的就是一些成品 从这个厅走出来之后 走到这边这个厅 里面就是一点灯都没有了 它的这个灯呢 都是商家的一点点小灯 这个地方啊 就是俗称的鬼市 其实在很多年之前 我就了解到云南的玉石啊 有很多 听了一些来过云南的朋友都在说 云南到处都是卖玉的 但是呢 有很多坑 水也很深 想买呢 一定要慎重 云南玉就好像成了一张名片 这一切的源头 其实就在瑞丽 在瑞丽这边 卖的都是翡翠 翡翠呢 又叫做缅甸玉 是缅甸出产的硬玉 缅甸北部的密芝纳地区 翡翠的储量非常大 很早就在开采宝石级的翡翠了 供应给世界各地 瑞丽这里 辟邻缅甸 中国又是遇事消费的大市场 所以一个小小的鬼市 就能聚集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老板 在市场里 往往外国面孔的老板 比较好谈价 他们说着一些不太流利的英语 或一些简单的交流 反而我们国家的老板呢 就不太好谈价了 也有人说 一分价钱一分货 其实都是套路 大家觉得呢 在鬼市这里呢 卖的基本上就是原石 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 里面可能就是黄金万两 在电视剧里 看到的赌石场景 其实在这每天都在发生 门口是卖手电的地方 走进鬼市 如果想要有所收获的话 手电是必备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厅里面 看到的这些微弱的光亮 就是各个买家手里的手电筒 发出来的亮光 很多朋友都会好奇 为什么不白天卖 不是看得更清楚吗 一开始啊 我也不太了解 后来问了问卖玉石的朋友 他们说 只有在晚上光线不好的时候 打开手电筒 去照到石头上 才能更好地去辨别 玉的脉络呢 也能更好地呈现出来 所以就有了晚上出来摆摊的传统 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十点了 已经有很多摊子 在陆陆续续 都已经收完了 我们在鬼市这边赚了一圈 基本上所有的原石呢 它的价格是在几百块钱到几万块钱不等的 具体要看这个石头到底怎么样 大小啊 各方面 在鬼市旁边的另一个展厅 这里啊 就是灯火通明的了 卖的都是一些成品 有玉镯子 也有玉百件 还有等等一系列的玉石配饰 这里的成品价格也相差很多 有的呀 只有一二百 有的张嘴就是几十万 其实我一个外行 也看不出什么区别 最终呢 我也什么都没有买 在市场里面转了一圈 也算是开了开眼界 在鬼市的周围 还分布着一些大型的珠宝店 原石店 它们出售的石头 明显比鬼市里的更大 也更贵 旁边呢 就是切割机 一刀穷 一刀富的事情 在这里 每天都会发生 在这儿呢 就是大的石料 做的一些胆价 哇真的 看起来特别的震撼 这些原石都是明码标价的 每个石头上面都有标价 在市场里面转了一圈 第一次看到鬼市 觉得还是非常新鲜的 在里面看各种各样的石头啊 成品啊 其实像我这种不懂行的 在里面就是看个新鲜 看个稀哈 还是那句话 浴室的水特别深 如果不懂行的话 我们就是看看就好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